NOT NEWS 今日新闻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时代力量智库执行长李赵丽 欢迎大家一起跟我关心 中国两会到底在开什么会 以及应该关注的点是哪一些 那我们知道最近3月4号5号到3月11号 是中国重要的两会的举行期间 许多的报道呢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有关于香港的部分 以及政经的部分 那到底哪些是重要的看点呢 首先我们看到这次的举办其实是非常的盛大 以及看到事前事后的宣传非常非常的充足 但是为什么中国要这样做 其实我们大家想到去年2020年的时候 这是肺炎期间 中国其实受到非常大压力 一方面是内部的疫情以及经济受到的打击 二方面是国际上面对于疫情传播的一个谴责 所以我们看到去年的时候 两会又加上一个延期的举办 事实上让中国有点颜面无光 于是今年我们不仅看到他们是如期在3月举行 同时还充足了各式各样的宣传 譬如说我们看到习近平在事前就已经宣布说 中国经济已经顺利的达标 去年不仅没有因为疫情受到打击 反而还是逆势的成长2.6% 第二个就是说他宣布了一个全面脱贫的攻坚计划 已经达到出过成果 表示中国14亿人口已经全部脱离贫困的状态 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胜利 问题是我们看到接下来开这个会之后呢 几件的这个迹象就看起来我们觉得不太寻常 首先是刚刚所宣布的这个经济成果 既然是像这样子一个伟大的攻击 无论是人民的脱贫 或是说我们经济可以逆势的成长 相较于欧美受到这个疫情重大的打击 中国相对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于是乎今年还宣布了要职工8%的经济成长率 但是呢股市的反应就非常非常不给面子 我们看到从3月4号5号开KE之后呢 每一天几乎都是不断的下跌 直到今天为止已经跌掉了6%和3% 那我们甚至看到呢 中国在微博上已经禁止股市这样子的关键字的搜寻 其实是表示对于这个经济的看法不如 政府在两会上所宣布的这么乐观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习近平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全国脱贫的攻坚计划的达成 很奇怪的是我们看到两会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主角是国家总理李克强 他进行这个政府的相关报告 他却反而特别提到这个规模性的脱贫 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了 会要注意这个人民会从大规模的回到贫穷状态的情况 等于是呢 一定程度打脸了习近平这个说 已经中国全面达成脱贫的这个一个宣誓 我们想这个是一个奇怪的讯息在于说 我们意思以来认为协议体制 应该是来携手共进 来对这个经济的成果进行一个宣誓 但现在就出现这样一个矛盾的情况 是我们可以注意的地方 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开会的中间呢 我们看到大部分中国网民并没有特别关心 呃中国这些重政令宣导 以及呢这个伟大富强的宣传 反而在讨论什么呢 是两会期间五千多名的政学跟国家国民代表里面 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提案 譬如说要让男孩子更像男孩子 或者是要为中国人制作一个国人的制服等等的 引起的热议 那看得出来是民间累积相当多的不满 以及对于政府的嘲讽 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次的这个宣传 在这个两会我们看到一个盛大的举办 想要进行一个无论是大内宣或大外宣 却没有得到他们国内人民的相对的支持 以及也看不到说习礼之间呢 在这个重大社会中间展现出一个团结 反而是一个各式各样不一致的情况 那或许这也导致了说 我们在会上看到习近平有一些 如果刚刚我们觉得看对外媒解读 为是惊慌或者是缺乏信心的一个表现 那这样子的中国给掉外媒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象呢 我们也看到这阵子香港或者是台湾媒体 不断关注的是 就是在两会上宣布的一个修法进程 是要变成是一个爱国者治港的一个状况 于是执行了很多的关注 那我们要提到的是 其实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一个新的发现 因为我们看到2019年之后 中国已经几乎确定了一个 是要把香港进一步的 把一国两制给消灭掉 变一个空壳化的状况 但是即便是如此呢 我们看到这次其实没有一个重大的改变 我说的所谓的结构性的重大改变 要么就是将民主自由重新还给香港 要不就是直接把一国两制消灭掉 那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 中国接下来面对国内的矛盾 以及对国际上面美国中贸易战的这个持续 并没有一个很强大的底细可以对抗之外 习近平2023年到底能不能如愿地 再度指令自己成为未来的继承人 我们相信这也是未来观察的重点 两会简单说这次的大外宣 后大外宣恐怕是要让北京政府失望了 明镜与句话